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一个ABC的报道 ABC报道说因为血太大 然后就把这个电线给压塌了 就是我们住家用的外面的电线压塌了 把电线给搭折了 我在推特上看到那视频了 应该是ABC News 一个人开车从那过 他车呢就压到了这个电线上 一下就把车给打着了 我没有注意到报道里面有多少人死了 多少人好像是里面的司机死了 但是那个视频就显示出那个车完全烧起来 而且他不知道他带什么东西 还有爆炸什么 那那一份爆炸呢 有说是对整个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呢 大概几十万人 好像十几万人肯定有了 住户都断电了 外面又在下大雪 据说今天又在下 试事难料 这个很少有这种天气 很少有这种天气 那前两天的温度还上了大概十六七度 如此的反复如常 如此的这种这种强烈对比性的这种天气的变化 而我住的地方呢 前两天跟大家说过一个 就是一个做园艺的 一个做园艺的老头 杀人 主动杀人 抓他的时候呢 是杀了五个 到了昨天的时候 他杀了人把这人给剁了 然后把那个残骸呀 就那肉块 因为他不做园艺的 给人做园丁吗 给埋在家院花园里去 你都想象不到了 现在又找了俩 所以他现在名头上杀了 直接杀了七个人 看来呢 警察是发了狠的 要把过去十年 乃至十五年里失踪的人 都要画身上 而他是个老头 而被他杀的人呢 都是男人 有人说是同性恋的可能了 但是我个人我不知道了 因为咱们就看这种事了 我自己当时看就是 毛骨悚然的 其实毛骨悚然的 我看几乎大家的评论 也是毛骨悚然的 给我第一个直觉 就是这不是人 这个不是人 这个我说不是人的意思就是 不是形容他不是人 而是他真实的 内在的生命里面 可能真的就不是人 那因为你很难想象 如果他是同性恋的话 那这些人在生前曾经跟他有过 身体上的接触 有过关系 在这种类似 因为抓他的时候呢 是是直接的证据是 他把另外一个男人给绑在床上 有警察冲到屋里去呢 那个人在床上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环境 而这个人呢 表现出来 据说很谦卑的样 你看那样 按照咱共产国内的共产党的教育的说法 说咱一说 说那人怎么样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对吧 看电影就是 谁是好人呢 谁是坏人呢 先分进来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然后看怎么打 然后心里就说 坏人得死 好人得好 坏人得死 好 哎呀 是共产党的这种教育 就是 就是 从民法则 无神论的教育 好人对坏人 要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消灭他 那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伤害着人之出性本善的古训 人之出性本善的生命理念 从而在讨论着到底人之出性本善还是人之出性本恶 因为我在今天主导着 主导着生命思维的中共意识形态的人 当年三十多年前的标题 竞赛标题就是人之出性本恶 他是正方 所以他必须去证明人之出性本恶是对的 反方的人之出性本善的全输了 他无比零凝了人家 王沪宁啊 王沪宁带着这个 王沪宁带着这个 应该是复旦大学的辩护队 而在这辩护队当中呢 只有一个女的 只有一个女的 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播 在后来2012年2013年 在薄熙来出事之后呢 本来薄熙来这事都没什么了 结果这位女士突然在 我忘了是在推特上是在Facebook上 又发消息 发照片 地中海沿岸的豪宅 然后他说我是看房者 我是替人看房子的 这房子不是我的 一看呢 就是曾经的王沪宁的学生 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而他的故事呢 说这英国人在头一年的报税呢 大概只有三万多是 两万多英镑 低收入者 那薄熙 自己做买卖 但报税的额度只有这么点 低收入者 但是呢 就是这么个人 生了俩孩子 人生活挺好 这个低收入者呢 人家帮着江大 帮着这个薄熙来看房子 在地中海 薄熙来那叔叔给抓了 人生一世不过如此 结果呢 五年之后呢 他的老师 他的导师 成为了今天 中国共产党精神领袖 这也他也不叫精神领袖 因为 哦 是营造精神领袖 描绘精神领袖的笔杆 这里呢 就是你就会看到 一代跟一代人 有些事情呢 是逃不开的 人跟人之间是逃不开的 没有什么因为没有 所以在时间的背景下 大家会觉得 就说 哎呀 这是命啊 有点没招了 另外一个人命 命 人命 蔡奇 当大家是朋友的时候啊 你看看自己周围的朋友 有些朋友呢 你见上他就跟他打 但是他离开你的你想 太多朋友这样 然而有些朋友呢 你怎么觉得他都是笨蛋 但是没事的时候你老找他 有事没事的时候他也找你 但你知道他是笨蛋 笨蛋这话词不好听 就是说 他不太会办事 但他对你非常忠心耿耿 你只能这么说 对你非常忠心耿耿 有点像陪衬人的感觉 当然陪衬人的小说说的概念 跟这不太一样 但是在一堆 包括发小的朋友中 也很难说 忠诚超过了智慧 聪明 对吧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腻如油 那这里面 有着相当深刻的 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思考 君子之交呢 如果彼此都是君子的话 大家就没那么多话了 这饭也不好吃了 因为人在共产党的环境下 更多的是 无神论的相互度 他怎么能生存呢 为什么讲这话 蔡奇 蔡奇呢 对他传言蛮多 据说呢 反正他这个清理低端人口 他是把自己赔进去了 一下全赔进去了 那有说呢 他会从北京调出去 说法不一 开会到今天 好几天了 蔡奇一言不发 会后直接走人 这就是 这是 据说是中央社 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这个香港的经济日报 也是这样 3月8号 北京人大 人大的北京代表团 向媒体开放 吸引了很多媒体 这事报办 这个蔡奇这事 吸引媒体报办 香港经济日报说 跟其他团组相比 北京的显得相当的严格 不仅以隔离带区 隔宽了代表入口 还要求记者在门外排队等候 那就得查记者了 其他大多数代表团 都是省市领导开场 而北京的蔡奇 罕见一言未发 全程当观众 全程严肃 然后直接离开 他没说那谁去主持的 他没说 对吧 那应该是市长哦 那书记没说话 那书记没说话 他代表了 清理低端人口 他肯定遭到责难了 肯定遭到责难 那遭到责难呢 如果他乖了的话 不说话 如果这个人不太懂事 不乖的话 他会被要求不说话 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 这不说话哪来的 我说他被要求不说话呢 是因为 他对十九大之后 对习近平的赞扬 那是基本有点神经病 就是毫无厘头的赞扬 伟大的英明的战无不胜的剁手 剁你个大小鬼 剁手 剁这个手 那就把自个儿手给剁了 那要把北京城进行转型 这是他身上的任务 那习近平呢 他也不一定说 要手把手教他 那我相信呢 他会问习近平 但这话就怎么说了 对不对 习近平说你砍个石头 那习近平拿这么大一石头 那轮到他砍石头 就改砖头了 而在台湾的中央社就说呢 清理低端人口成为了蔡奇 成为了众师之地 而人大代表团的 开放境外媒体的这个旁听呢 就没有让蔡奇接受提问 他讲说严禁媒体 接近蔡奇和他相应代表 因为整个这件事情 是北京市委干的 那如果这种表态 就是中央社的描绘 确实是这样 表明蔡奇清理低端人口 这件事情 做了天下最傻瓜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人谁都知道做的事情对错 真是没错了 所以在我眼睛里 就这么回事了 习近平说拿石头拽 他呢就找这么大石头 然后就干成这样了 那没找 那其实在我个人眼睛里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周围很多你值得信赖的人 但他的水平就是这样 而人往往是配着队来的 你放心吧 人很多人都是配着队来的 就我说的意思 就是这么配着队来的 信得过的人非常好 又有能力的 不多 王岐山 栗战书 跟习近平 他们就配了仨 后来的 对吧 后来其他 包括陈尔敏他们 你放心吧 怎么也追不上去 刘鹤也好 陈希也好 那也同样追不过那俩 这就是 谁的身边都是这样 所以 那如果想干事情的话 同样也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还按照中共体制 一朝人马 就是一朝天子 一朝臣 按照自己的人马的话 今天习近平没什么人 对吧 贴心信得过的人 就这水平咯 文章讲 北京常务副市长张公说 北京今年将继续疏导 非首都功能 更有利息 更有效的利用统地 所以这是 张公讲的这是实话 这肯定是习近平提出的要求 那 财经以这样的方式呢 在执行习近平的要求当中呢 很个人化 没跟你说吗 大家听我节目 有些人听得贼明白 有些人听得一般的明白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我说什么 那还有朋友说 一开始根本听不懂 就觉得还行吧 后来才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对吧 那也有人说 嗨 听你三年了 你就那点事 他听三年了 还正就那点事 他还听 这事我跟你说 报办 所以你以为习近平领导了什么 底下就如何如何扯淡 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的事 封闭的环境 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共产党的搏杀中 就显得更加的荒谬 他提到北京代表团在会议结束后 没有像其他代表团一样留下来接受媒体提问 而是让蔡奇北京市长和大部分代表率先离场 并直接阻挡了媒体 市厨 劫下蔡奇等人 只留下了北京市的常务副市长张公 大概有十个代表接受提问 那为了阻止媒体采访 北京市的会场还架起了封锁线 有安全人员把守 那这里说的什么意思 这里在我眼睛里就是 习近平要确保修宪成功 任何人不能给他添乱 那已经添了麻烦的人 就闭口一切 用绝对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抹掉 不管外界怎么评价 蔡奇连个哼都没哼哼 你说什么 你只能说蔡奇没出声 你不能说蔡奇说了什么 蔡奇绝对不让你说 他说了什么 这就是最大限度的 确保修宪 在修宪过程中 干扰修宪的任何事情 降到最低点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都没听到 作词来说 Exac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